好 各位朋友好 赵不立谈天说地 今天是5月23号 今天是周一 今天是我休息的时间 所以我今天可以 出点时间跟大家做做节目 那这个 这个礼拜天呢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 我把我们的 崇拜放上面 有两首诗歌 那当然很多人不喜欢 很多人有人留言说 你们这个好像不像敬拜像 娱乐啊我们当然我们的乐队 比较年轻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 他们 尽情的赞美我是很感动了 不管怎么说啊 你可以有你的看法我们对敬拜 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这个礼拜的意义不一样 这个礼拜天 很多人打电话关注 我的安全 也关注我们教会的安全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上个礼拜天 在我们的附近 呈现的 耳湾 呈现的这个 台湾长老教会发生了枪击案 有一位 正义师 这个纵弹 被打死 那还有这个弟兄姊妹 奋起来把这个姓周的这个罪犯 我就不说他名字了啊 这个名字不想提他 把他捆绑 交给警方 所以呢 教会呢 因为过去我们听闻的枪击案 都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 有的在东坡 有的在其他的州啊 有的记者在加州 好像也离开教会很远 不是在超市啊 就是在娱乐的场所 但是这次呢 离我们很近很近 一个是 耳湾离我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离我们非常的非常的近 第二个呢 啊 是教会 那 在而且他是主日崇拜的时候 啊 凶手 向手无寸铁的啊 弟兄姊妹和牧者开枪 第三个呢 更近一点的 这个教会的主人牧师 还是我的神医院的同学 所以我们立刻感觉到一种危险啊 那我在想 这个礼拜天聚会 有多少弟兄姊妹会来到教会实体来聚会呢 不仅是枪击案 我们也知道最近的Omicron 这个瘟疫又有点反复啊 这个阳性的人越来越多 呃 还有从温州来的陈长老 他们也来到教会 我看着非常感动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枪击案的阴影下 我们没有惧怕 我们继续的来敬拜我们的上帝 不管世界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教会的聚会不会停止 不仅是我们教会 我相信包括李府仁 他们所啊 牧师所牧养的这个被枪击的啊 拉姑娜物资这个台湾长老教会 他们也不会因为凶手来开枪 来停止主人崇拜 当然我们也有措施来保护我们弟兄姊妹的安全 我们尽量有这样的措施 我们可以想得到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 所以这个礼拜天的敬拜 我非常的感动 我把它录了一小段 十一分钟放在网上 不管你对敬拜的看法如何 但是在枪击案的阴影下 我们继续赞美我们的上帝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他是万主之主 和撒纳归于大卫的子孙 他是值得我们赞美敬拜的 因为他是我们的救助 他是人类的希望 他是黑暗中的光明 而且他也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盼望大家 这个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尽量我们可以讨论 基督徒容易流入论断 因为为什么会流入论断呢 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你觉得你的敬拜方式是最正确的 不是的啊 圣经中每个人的领受 每个教会的领受都不一样 那么但是上帝喜悦的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上帝不是喜悦礼仪 上帝不喜悦礼仪 他喜悦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的面前 在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有一段谈话 就讲到了这个意义 他告诉撒玛利亚夫人 撒玛利亚夫人跟耶稣说我们赞美上帝 敬拜上帝 我们在山上 你们确实在耶路撒冷 哪一个队呢 耶稣说不是在山上 也不是在耶路撒冷 那是用自己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不管你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你不带着诚实和心灵 你是留一种宗教的一种流程 那个不蒙上帝的愿 心灵和诚实真诚的敬拜 蒙上帝的愿难 我很感恩啊 感谢主上个礼拜 说实话 我有一个星期从 拉古纳物资枪击开始 我有一个星期 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大家知道我也从医院里 刚刚的手术出来 而且我这个手术带有危险 最大的危险就是生命失去 当然我也遇到了一些危险 我现在正在康复 心情有些沮丧 所以不住的需要圣灵的 给我的一个带领 让我看到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工作 所以呢 这个上一个星期突然发现 不仅拉古纳物资 还有巴弗 纽约的巴弗 还有好多的地方的这种枪奸 让我心情非常的沉重 美国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可以说是我所爱的 我为什么爱这个国家 因为爱这个国家 他救了我和很多很多 他们走投无路的人 我过去也非常爱中国 当然我现在还是爱中国 我爱中国不是爱那个政权 我是爱那里的同胞 我过去爱中国 甚至我都爱当时的 我们的国家和政权 89年我们在广场 这个被杀 被残暴的驱赶 然后被坦克碾压 很多人失去生命 从此我不再爱这个政权 我也不爱在这个国家 我爱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 我认为那里的人 才是上帝所爱的 那个国家的名号 并不是上帝所爱的 我们也不能把这个政府 跟人民都就放在一起 现在西方连政客都懂得这一点 所以呢我来到美国 没想到美国也发生 这么多的事情 当然非常的遗憾 那后来我慢慢的明白 不管哪一个国家 不管你是专制的政权 还是民主的政权 如果一个国家人 他不相信上帝 那么他心里没有爱 没有怜悯 没有公义 没有饶恕 这个国家 一定会发生各样的事情 美国今天的枪击案 也让我们看到是这样的事情 拉库纳乌兹 我做了两期的节目 很多的反馈 有几个纠正的 有一个弟兄提出来说 张姆斯 你们可以晚点说 因为明显的那个枪击的案 不是生在中国 那是生在台湾 当然我做的时候 当时这个我们从所有的媒体看到 都是美国警方说 他是 China 生在China 那么后来的 这个台湾的 这个驻美办事处 那么他 表示说 这个68岁的枪手 这个姓周的这个枪手 他不是生在中国大陆 他是1953年在台湾出生 因为台湾驻洛杉矶办事处解释说 美方警方误认为周文伟是在中国出生 是有历史渊源的 因为大约50年前 台湾人 持有的护照生的出生地 是写的Republic of China 那Republic of China就是中华民国 当时申请到美国的所有的移民官方文件 都会在出生地写上China 那China 那警方就看到他 这个美国公民的出生地China 就公布他是中国 所以我不是刻意的说是贬低中国 没有这个意思 那当然我们是尊重事实的 当时的所有的媒体 包括警方说他China 所以这个台湾驻美办事处解释了 那如果给你造成困扰 我向你道歉 当时我所造的资讯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一个资讯 那么这个州 这个州 他的CHOU 这个州 他本身就是台湾的拼音 那大陆是ZHOU 那这个我们也知道 我是我的章 在台湾就CHNG 那在大陆就是ZHNG 这个区别是在这里 但我们也知道 应该是属于台湾出生 那么这个州 他为什么杀人呢 他自己认为他在台湾生活了那么多年 他不能融入到台湾社会 这个就像我们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 我们还不能融入到美国社会 那不是美国的问题 这应该是你的问题 那如果你不能融入台湾这个社会 你是你的问题 不是台湾人的问题 所以那我们应该了解说 很多的人 他把自己的困扰苦难 都放在别人的身上 其实 这个跟你没什么关系 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知道这个感谢神了 我是非常感恩 就是 拉固南乌子长老会的 这个牧者和这些老弟兄姐妹们 他们非常的勇敢 那还有我们也知道那个江郑 这个郑医生 那么他非常的了不起 他挡了很多的枪 当他捕下那个凶手 就是凶手 向他把一缩子子弹 都打在他的身上 当时目击者说 如果那些子弹打到别人的身上 有更多人死亡 所以真的想到圣经所说的 为朋友舍命 没有比这更大的爱 那最大的爱 就是可以为别人舍命 耶稣基督也是啊 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说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 唯有耶稣基督 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 不管你是一人 还是伪人 还是人人 你的生命都不值得别人替你死 因为你还是罪人 认为有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死 那么郑医生效法基督 他为朋友舍命 我相信他是在主的怀中 主会擦干他的眼泪 这个洗净他的伤口 在主的怀中 他想着上帝与他的同在 永生的生命 那么还有张宣信牧师 也是值得赞配的啊 一个70多岁的啊 这个牧师 那按照我们看70多岁 应该快退休了的牧师 他也他跟凶手有15步的距离 他奔过去奔过去 用椅子在他换弹夹的时候 用椅子把他打打倒在地 然后摁住他的手 使他不能拿到枪 然后开始呼唤周围的弟兄姊妹 来过来帮忙 那就有一群老弟兄姊妹 他们的教会平均年龄是80岁 你想想这个凶手 你为什么要袭击这些老人 他们80多岁 老人是最需要和儿童 是最需要在一个国家被 被帮助 被关爱 这个 这个这样的一个族群 他袭击老人 这个真的是想起来不可思议 不能理解 那只能说一句话 就是这个恶者 魔鬼进入他的心中 一个杀人的人和自杀的人 都是魔鬼进入他的心中 这个恶者在他的里面 因为耶稣说了 盗贼来 就是偷窃杀害毁坏 耶稣说我来了 是让羊 得生命 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 那么这个撒旦 在不断的在搅扰我们 让我们心里边有愤怒 有这个 有仇恨 有嫉妒 然后呢 就让我们去杀人 就让我们去杀人 杀完人了 撒旦不负责人 你要负责人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 新语言说得很好 他这么说的 说 有一天晚上 魔鬼割断绳子 把驴子放出来 那么驴子呢 就毁了附近农田里的庄家 农夫的妻子被激怒了 就用锤子打死了驴 驴的主人因损失了驴子 而悲痛欲绝 作为回报 他用镰刀杀死了农夫的妻子 那农夫被妻子的死也激怒了 就拿枪开枪打死了驴的主人 那驴的主人的妻子也非常的生气 和他的儿子们一起放火 就烧了农夫的房子 农夫看着自己的房子化为灰烬 杀死了驴主人的妻子和孩子 全没了 最后农夫满脸 遗憾的问魔鬼 为什么把他们都杀了 魔鬼说 我从来没有杀人 我只是放了一个拴着绳子的驴子 我只是放了一个驴子而已 我没有杀人 你杀的人是你 不是我 所以呢 是你心里的恶念 导致了后来的一切 每个人心里面都有恶念 因为当亚当犯了罪 这个罪 因为一人进入世界 那么死亡的咒诅 和罪的捆绑 就来临 我们可以看到 当人类一犯罪 创世纪一开始 看到亚当一犯罪就开始推卸责任 对吧 你看他就推给他老婆 对不对 耶稣上帝问他说 亚当你在哪里 这个你为什么 吃了我 不让你们吃的树上的果子呢 他说 那是你给我的女人 他让我吃我就吃了 你看他很会 甩锅 这个现在的词叫甩锅 所以现在不管你国家和国家甩锅 还是瘟疫之间的互相的甩锅 还是这是 走亚当来的罪 是很正常的 正常的 只要人没有被圣灵掌管 他都会甩锅 都会甩锅 被圣灵掌管 就认自己的罪 因为神说我们若 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赦免我们的罪 洗击我们一切的不义 但没有信神的人 怎么会认自己的罪 都会认别人的罪 都是别人的错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错 那么亚当你看 这人犯罪之前 当上帝造了一个女人 放在他身边 他说哇 这是我的骨中骨 这是我的肉中肉 这是人类第一首情诗 对不对 但是当他犯了罪 他就开始推甩锅了 他说 是你给我的女人 你如果不给我的女人 我怎么会犯罪 他的潜台词是这样的 对不对 那么上帝在他没有犯罪之前 上帝给他 他说 他高业的不得了 这是我的骨中骨 这是我的肉中肉 可以称你为女人 因为你从男人的肋骨出来了 我们看创伤机的时候 这一段的经文 是用诗的样子排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说 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世界 政客 还有这些媒体 为什么现在有自媒体 就是因为 要突破那些所有的主流媒体 为政党 为利益集团 服务的那些媒体 突破他们的谎言 突破他们的谎言 这些媒体 就像那个魔鬼 他们放了一头 拴着绳的锣子 驴子 然后放在你里边 然后人们就开始互相的争论 互相的伤害 互相的反应 不加思索 最后 然后甚至开枪 解决他们政治的歧见 不管共和党 民主党 不管国民党 民进党 不管共产党 还是民主党 我们看到都是这样子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些幽灵 幽灵 当年 法国释放出的一个 共产主的幽灵 祸害了全世界 今天还在祸害中国和北韩 越南已经开始苏醒了过来 俄罗斯也苏醒过来 虽然俄罗斯现在还发动战争 但是他们已经不要共产主义了 但是共产主义的遗留的东西 还在他们的思想里边 他还有那些土壤 一个普京能做二十多年的总统 没有一个独裁的土壤 他会能做二十年总统吗 美国有没有二十年的总统 一个都不会有的 华盛顿那么伟大 只做了两届 八年而已 对不对 台湾有没有二十年总统 没有的 当然蒋介石那时候不算 从李登归开始才进行直选 李登归有没有做二十年 没有嘛 对不对 陈水扁呢也没有嘛 马英九也不能嘛 蔡英文也不能嘛 这能是两届 两届而已 中国为什么可以改 习近平就可以改 说本来他也是两届 当年邓小平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 已经改了两届 他现在就通过立法 把他改为无限的下去 为什么因为中国就是一个共产极权的国家嘛 对不对 那俄罗斯也是如此 俄罗斯虽然他不是共产党一党专制了 可是他还有那些专制的土壤在里边 就他的百姓 就是他们的选择 所以普京才可以这样的越来越有恃无恐 独裁就这样形成的 民主也会产生独裁 台湾这个 普京是大家真的真心选上来的吗 不一定啊 没有一个人傻到二十多年老选一个人 没有 除非那人脑子有问题 他不会选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恶都需要耶稣基督保险的遮盖 那我们也会看到说 这个美国最近真是发生了好多好多令人难过的事情 真是非常非常的多令人难过的事情 我们看到这个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这个月 五月五月是一个最美丽的月份 春暖花开 天气宜人 美丽也是五月也是人们形容爱情的月份 大家说的520那就是我爱你 对吧 看到这个四月份樱花开了 五月份是百花开了 白鸟在齐鸣 冰雪融化 人们看到一年的希望和快乐 五月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份 可是美国 今年的五月 应该被称为黑色的五月 就在上个礼拜就发生了几起的枪击事件 第一个威斯康辛州有十起的枪击案 在一天之内 就是13号 5月13号 为什么呢 他们在打球啊 威斯康辛州这个公路队在跟那个 波士顿叫什么队了 什么 他们来打半决赛 东部的半决赛 结果就响起枪来 有十处响枪 也有人被打死 有人被打伤 然后呢 这个14号 就更严重了 14号首先 纽约州的水流城巴弗鲁 也是发生了枪击案件 有一个18岁的白人至上者 那么他自己声明了 他这是一个仇恨的凶杀 他拿着枪来到了这个一个黑人居多的超市 然后他无差别的开枪 打死了十几个人 打伤了也好多人 那么他后来被警方逮捕 被警方逮捕 这事抓住了 威斯康辛都没抓着 14号 拉斯维加斯的演唱会也发生了枪击案 那也有人被打死 有人被打伤 5月14号在洛杉磯的市中心也发生了枪击案 一个男人被打死 死的时候的手里还握了一把刀 凶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 5月15号德州休士顿也发生了枪击案 有人被打死 那我们知道5月15号主日 礼拜天 最震惊世界的 也震惊我们华人社区的 包括海峡两岸的 那就是南加州呈现台湾长老教会的枪击案 这个我们都知道了 我也做了两期的节目 就在 礼拜天 我们要做 这个礼拜要做礼拜的前一天晚上 礼拜六晚上 一个洛杉磯一个毕业的party 一般孩子们穿着毕业的衣服到酒吧去 去喝酒 发生了枪击案 这个有人被打死 有人被打伤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5月份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很遗憾 也很难过 所以 这个礼拜当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还是非常难过的 我还没有从那种情绪中走出来 但是 我讲的题目叫做 尊重生命 不可杀人 生命我们知道是 对每个人来说只有一次 比什么都宝贵 比财富宝贵 比青春宝贵 比名誉宝贵 比地位宝贵 比什么都宝贵生命 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 上帝造人 上帝给人的生命 圣经说 神造了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好的 那当神造了人以后 神说了一句话说 甚好 为什么呢 因为神造所有的东西 都是按照他的意思造的 但不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对吧 大家了解 那 创世纪告诉我们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所以人被造 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 按照他的样式被造 所以我们虽然神是个灵 我们没有见过啊 除了耶稣基督 我们所以圣经说 没有人见过神 唯有神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表明出来 或者将他表现出来 所以你看到耶稣 你就看到神 那虽然没有见过人 说神是个灵 那么 但是人们想到神 你像在 达文奇所画的那个 创世纪 那就是一个 老人给一个青年人的手 碰到一起 发生闪电 那他是把人的 人有神的形象 所以我们会想到天父 我们说到父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种 位格的感觉出来 对吧 他是一个位格 他是父的形象 有思想 有意志 有情感 那么当 人虽然犯了罪 可是他还是有神的形象 因为他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他不仅有神的形象 他还有神给他的工作 人即使犯了罪 还有神给他的工作 这个工作就是 神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权地 并地上所爬行的一切的昆虫 而且呢 神还给他一个使命 就是让他 刚才我们讲的 他是管理啊 管理看守 管理天上的鸟 海里的鱼 地上的走 时候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 这个是管理吗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文化使命 这文化使命 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管理的责任 那上帝还给我们一个责任呢 让我们生养众多 生养众多变满权力 你看他说 神就赐福给他们 在创纪的一章二十八 二十八节 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对吧 那我们还要生养 这是人的责任 所以 虽然人犯了罪 他失去了永生 但是呢 上帝 还是要保守他们 不至于被杀害 所以上帝告诉不可以杀人 即使人犯了罪 也是不可以杀的 也不可以杀 不要说他是个正常的人 不可杀人 记载的出埃及的第二十章 十三节 那这是 我们知道这是著名的十戒 著名的十戒 那出埃及的第二十章 摩西在西乃山 领受了十戒 法版嘛 对吧 然后呢 他就 他就 把这个 就 告诉了 以色列人 那这十戒是哪十戒呢 第一个 除了我以外 不可以别的神 我们知信一位神 他叫 耶和华 亚未 这位神是三个一体的神 圣父 圣子 圣灵 这位神创造宇宙万物 这个神也审判一切的罪恶 这个神也拆派他的独生爱子 耶稣基督第二个位格来到我们中间 成为我们人类的救助 那这位神 死里复活 升天 耶稣回到父神的右边 那么 又拆派圣灵 圣父和圣子又拆派圣灵 住在我们里边 使我们可以认识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认识真理 也可以使我们可以 认罪 悔改 为罪 为一位审判 我们可以有自己责备自己的能力 那么这位神就在我们生命里边 我们如果相信他 我们当然也在他的生命里边 所以我们不可以有别的神 对吧 那第二呢 这个 不可以雕刻偶像 第三呢 不可以网称耶和华 你神的名 那不可以 那么第四呢 这个当纪念安息日 守卫圣日 第五呢 当孝顺父母 第六 不可杀人 第七 不可奸淫 第八 不可偷盗 第九 不可做假见证 第十 不可贪恋 别人的财产 妻子 奴婢 牛驴 并一切所有的 就是你不能有贪心 那这十诫 成为 律法的总纲 当然耶稣基督讲 律法总纲就已经超越十诫 耶稣说 律法的总纲 就是尽心尽性尽义 爱主你的神 其次爱人如己 这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 那在旧约 我们看到这十诫 它成为今天的法律的基石 今天所有的法律 都从你十诫隐身而来了 对不对 你看到 是不是不可杀人 不管你是过失杀人 故意杀人 谋杀 还是怎么样 你都是包括在这个杀人这行列里 那孝顿父母讲是人伦的第一位 你不孝顿父母 你在地上的日子是罪恶的 你孝顿父母 你可以在地上的日子长久 然后呢 不可以奸淫 一夫一妻 这个不可以 这个 做假见证 也不可以贪恋别人的财产 那你贪污 腐败 不管你拿别人拿国家的 都是不可以的 这都不可以的 这个都是总纲 所以那 为什么 因为上帝恨恶杀人 所以他列在这里 他告诉我们说 在历维记说 二十四章说 打死人的 必被致死 那在新约 耶稣基督也对他的门徒说 收刀入鞘吧 烦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在启示录的第十三章也讲 掳掠人的 必被掳掠 用刀杀人的 必被刀杀 我们看到说 在 整个的圣经的 世界观里边 杀人者要偿命的 要偿命的 那为什么 什么叫杀人 杀人就是 指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 的身体 的身体 苦待 夺去 他的身体 使他的灵魂 不能继续 存留在 他的身体里边 使他失去 上帝所创造的 生命 那么这是 杀人 杀人 所以我刚才讲了 不管我们 是罪人 还怎么样 你一个罪人 不可以夺去 另外一个罪人的 生命 这个是 上帝所 不能容忍的 那当然上帝也 这个 为此 来这个 要惩戒 这些杀人者 杀人者 那么在旧约的时候 是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杀人者 必被杀 到新约的时候 耶稣的要求 更高了 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恨人都不可以 不要说杀人 因为你恨人 本身就是杀人 恨人 本身就是杀人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天啊 这个 今天我休息 我就跟大家来 讨论这个问题 不过我 我看看这时间的问题 我已经讲了 三十多分钟了 我在 我在停 十分钟 我在接着讲 我把这个节目就到这 我先回答一些问题啊 看到这个 很多的弟兄姊妹 这个说 放驴子的故事 让我想到黑龙江的魏晓军 这个魏晓军的事件 我还不知道啊 黑龙江北安 2021年2月16 特大杀人案件 石泉镇永岳村 魏晓军在村内 吃枪杀人 是七人死亡 后自杀身亡 这个 这个 在中国能 弄到枪 那还是不容易的 因为中国是 不可以合法 吃枪的 那美国呢 这个人人都可以买枪 美国人人都可以买枪 只要你有 驾照 有身份证 有这个住址 你就可以买枪 但是这个枪 美国这个枪 不是让你杀人 是让你 监督政府的 美国这个枪 不仅是保护自己 主要是监督政府的 知道吗 如果这个政府 他独裁了 他不按照人民的意思 行事 然后他就欺压人民 有权拿起枪 推翻他 这是美国 最早在宪法中 规定人有吃枪 自由的 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说你有枪 你可以杀 跟你一见不同的人 但是美国 我们知道 200多年的历史 从来没有一次 是拿枪推翻自己政府的 都是用选票推翻 美国人很宝贵 一手有枪 一手有选票 那我问你 中国人 你有什么 你有选票吗 你没有 你有枪吗 你也没有 所以你就 你如果不敢对 独裁者说 No 你就是干当奴隶 你就是被任意的宰杀 任意的宰割 你没有投票权 我有投票权 我可以 结束你 比如台湾 百姓现在就有 投票权 我到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官员告诉我 说我们台湾是官不了声 我说我们大陆是民不了声 那么这个民不了声 官不了声 这个区别太大了 我宁可一个国家 官不了声 我不要让那里民不了声 对吧 官不了声 一个人当官要恐惧战惊的服务 他的选民 他要有责任 所以有人监督他 如果他犯了错 选民可以用选票 第二次选掉他 选那些 这个没有犯错的人 当他第二次犯错 再选掉他 你不能让一个坏人 永远的循环下去 没完没了 一个民族循环下去 像有多少十年呢 一个民族有多少十年的机会 有几个二十年的机会告诉我 像文革说十年浩劫就过去了 可能那十年 给中国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大家知道吗 对吧 每个经过的都会告诉你 那么今天也是 这十年 我们中国的最近这十年 你还有几个这种十年 如果我们这个十年 我们再这样下去 再过另外一个十年 中国就不是今天这个样 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 你没有选票 你也没有持枪权 所以不要老疯子说 美国有枪不好 限枪 我反对限枪 我反对 我觉得枪不是打好人的 枪是打坏人 枪是保护好人的 所以如果都没有枪 坏人很容易拿到枪 他在哪里都可以搞到枪 可是你好人呢 没有持枪的权利 你没有枪 打你的时候 那你就干眼被打 你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国家好 我觉得虽然这个国家 有枪击案 总体来说 还是好的 因为他有枪 制枪权 保护自己 监督政府 监督政府不仅用选票 也用枪 第二就是用这个投票权 什么时候中国有投票权 什么时候中国有持枪权 那时候你才可以跟别人说 哪好哪不好 你现在也说的权利都没有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好的 这个 有个人在我这里发一个祷告 这个 说 才听说北安的枪击案 离我老家四个小时的车程 因为人的罪 我们生活在美国也不安全了 是的 是的 这个 谢谢你们的祷告 张牧师能不能谈谈人不昧 最近批评孙海英夫妇和远志明牧师 这几个被批评的人 您都比较熟悉 他们的信仰到底是真是假 相信您比较了解 以后我再找机会谈 不过我可以简单回答你 这个 袁志明和苏海英 吕立平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信仰 没有错的 这个我还没有看到 人不昧 牧师来批评他们的 这个不管是文章啊 还是他的讲道 我还没看 因为我也没有太多时间来看这些 这些啊 这些东西 批评别人的东西 我更不看 因为我这个人不太批评人的啊 我觉得只有神可以去定罪一个人 人没权利定罪另外一个人 当然可以 如果谁学看法不同 可以有些的争论啊 辩论啊 显明自己的观点都可以 当然给别人戴帽子 这是不对的 这也是文革的东西 这个也是中国人的一个习惯 总是说别人不对 自己对 其实每个人的领受都是有限的啊 远日明牧师 我也认识他好多年 我在中国就认识他 他这个 他是一个福音使者 办这个神州传播协会 他也做电影 他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当然要记住啊 远日明不是神学家 不是神学家 他这些年的啊 他的这个重点都放在得人灵魂啊 然后使中国这块硬土能够得以这个松缓 做一些啊 这个松土的工作啊 文化的工作 影视的工作 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每个工作不同啊 不能要求每人都是神学家 那人不媚 当然他这个是极顶聪明的人啊 那我听过他几次的讲到 这个人读书很多 很聪明啊 也有很独特的看法 当然他也是领受的一部分啊 批评人不媚的 也不在小数 也很多啊 那孙海英和李宜平 我们对他们的要求 更不能把他们当做一个神学生啊 神学家和牧师来要求 他们是非常爱主的弟兄 两个人在艺术界啊 敢于说自己是基督徒 这个就不简单啊 今天在中国大陆 有好多的基督徒 你敢说吗 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看他电影都拍不了 对不对 那孙英弟兄为了 这个啊 说自己是基督徒 也见证啊 主在他生命中 给他的恩典和改变 那现在很多电影都不让他拍了 对不对 他付出的代价也算不小啊 我我是 过去每个礼拜 我都跟他打一次高尔夫球 我们俩是球友 有时跟大家一起打 有时我们俩单独去打 我们有很多的交流 我很喜欢这个人心知口快 啊 没有诡诈 有点像这个安德烈一样 没什么诡诈的一个人 非常的 这个 当然 大家看说那个 那个电影叫什么 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时光荣 很 很像那个演员 啊 这个 他现在能够信主 啊 能够服侍主的教会 而且能够传扬福音 我记得有一次我 我带他去 跟我去一个聚会啊 呃 然后有几个木道友 啊 我们还跟人讲道呢 啊 希望能够来影响他们 就他直接就把那几个木道友 叫给你 来来来来 你为什么不信呢 你怎么可能不信呢 这个 怎么能不信耶稣呢 耶稣这么爱你 为你舍命 怎么能不信呢 把那几个 大陆来的知识分子 叫到一起 一个一个的 后来就 就信了 那几个就信了 我就看到他对服侍的 那个热情 我觉得 我们不能要求 每个人都是神学家嘛 不能要求每个人的 每一句话 都是最准确的嘛 我们自己也不见得 我们也是领受嘛 我觉得就这个 对主的这种热情 啊 火样的热情爱主 我觉得这可能是 我们很多神学家都不具备 还有李立平的 更不用说 我觉得立平姐妹 真的是个好姐妹 我最近看他的讲道啊 他开始在教会 也开始分享 那么他说教会 让他每个月分享 一次 我觉得他好了 因为李立平 非常有生命啊 非常有生命 他在他 他姥姥带他信耶稣 他的外婆从小 啊 把耶稣啊 去救恩告诉他 告诉耶稣爱他 所以耶稣就陪了他 走一生的道路 现在他们夫妻两个 也在附近啊 在牧养一个教会 啊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李平的弟弟 吕牧师 他们一起牧养一个教会 疫情三年 从来没有停止聚会 不是在网上啊 在实体 在实体 不管来多少人 就是不停止聚会 我觉得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学习 很了不起 很了不起 感谢神 我觉得这个 我很喜欢他们 我觉得上帝造人都不一样 就像每个树叶都不一样 每个树叶的纹络都不一样 可是呢 每个人只要他的生命被主得着 他都会来荣耀主 啊 都会荣耀主 那我们所听的信息 是荣耀神呢 还是造就人呢 如果我们基督徒所听的信息既不荣耀神 也不造就人 那我觉得对我没什么帮助 啊 我们听的信息一定是荣耀神的 造就人的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 要活出我们荣耀神的生命和造就人的生命 好啊 这个还有澳大利亚刚刚大选结束 现任总理莫尼克要下台了 在教会声乐居下也发言 向上帝祷告 我很感恩生活在澳洲 啊 这个选举呢 就是怎么看这个选举是很正常的一种 啊 一个民主 民主国家应有的一种 啊 方式 这个选举 也许有些选举不合我们的意思 当然我们要尊重选举的结果 啊 这就是民主 民主很坚持程序正义 呃 有的人右派不喜欢他 左派可能喜欢他 那这个人呢 他希望左派右派都能喜欢他 我对他了解不多 呃 但是我呢 这个会看到 啊 他一些的说法 呃 这个人 呃 希望跟美国跟中国都有一个良好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说法想法也不见得就是错啊 所以那我们为他祷告 我们也监督他 呃 澳洲的弟兄姊妹 为他祷告 希望他能按照上帝的话语来 啊 来 敬畏上帝 也能够啊 这个 呃 完成上帝给他的这个工作 但是如果他错 我们下次再换一个嘛 这个这是我刚才讲的 你就是有选票的权利嘛 这个感谢神 四年以后我们再换一个 这个没问题啊 呃 非常低谷的时候 这个 这都是人的罪啊 带来的 呃 当然 我们都是罪人啊 神是有恩典的 一个人当他 啊 生命进入到最幽暗的时候 或者他最 啊 死因幽无走过来的时候 他才能够摸到神啊 他才知道 神是怎么回事啊 啊 他才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 神的爱是什么 他当然他能摸到神啊 一个人如果是非常顺利 他不见得了解 耶稣的实价的爱 所以 这个像我们 如果没有经过我们人生很多的低谷 疾病 贫穷 被人啊 这个论断 对人性的失望 我们怎么会信耶稣呢 对不对 这个 经历 每个经历 都是好的 像尼托生弟兄说 每一次的打击 都是真利益 是与我有益的 啊 好 看到你们特别高兴啊 这个 孙海英弟兄的确是没有诡诈 这是知识储备不足 常常讲错话 对 有时候会讲错 讲错我们也帮助他 我们也指出来 我们不说 哎呀你讲错 你因为你是冰性 你就对 没那事啊 我跟他在一起 他错了 我也会提出来 错就是错啊 就讲不对 没关系 我们啊 如果我们讲解经不对 我们就好好读圣经 啊 对吧 如果我们有些看法不对 那我们就从上帝那里找答案 总而言之 人都是在成长的 不能一下子看到一个人一句话 就把人的一生给人定了 啊 没这事 这个这个这个是 本身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会这样做的 上帝看我们会看我们一件事吗 上帝如果看大卫犯的一件奸淫啊 对不对 那上帝就 啊 那大卫就没得活了吗 那上帝给他恩典啊 上帝最后他还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啊 对不对 呃 所以上帝 看我们的错是让我们改正这个错再得以成长 再重新的亲近他 如果上帝看以色列人的错呢 以色列人今天完了 对吧 上帝还是给恩典啊 对不对 呃 每个人都如此 你也一样 我也一样 我说的话 我这个节目里边好多批评我的啊 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做的太差劲了 有的甚至说的很不好听的话 都没关系嘛 对 那我做我做的节目 你要不喜欢 你可以不听 你喜欢就听 我又不是讨你许悦 我讨上帝许悦 对不对 所以没有关系啊 批评论的 但你骂我呢 我肯定拉黑你 我告诉你 这个这个没办法的 这个你骂 我不想像我这个里边啊 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还骂人 你你说你是基督徒 你信耶稣 你骂人 那是你 你是失去了上帝的荣耀 而且你在那时候 使上帝受羞辱 我必须拉黑你 我不能让上帝羞辱 你你要批评上帝 你批评教会没有关系 批评我没有关系 你要批评上帝 那我当然拉黑你 这个这个你可以说 我我不相信有上帝存在 没有问题 但你要用亵渎的语言 那一定是 我不能允许的 放在我这个里边 好 这个 牧师好 这个人给我留言 我都不说名字了啊 我在澳大利亚 在墨尔本 希望您下次再来的时候 可以听您的讲道 听您的故事 让我了解了很多很多的历史 我是80后的尾巴 许多事情都不知道 很感恩你讲出你的故事 我在写我这本书的时候 我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有一些人给我写序 英文版的林培瑞教授给我写过序 还有这个黎安有教授 哥林比亚大学的给我写的序 那中文版汪丹和正义给我写的序 我两个老朋友啊 一个是我在写作的时候 一个老大哥 一个是我们搞 这个小老弟 我们写序的时候 我们都会了解一点 就是我们经历了一段历史 那段历史呢 可能因为政权 他们掌握的权力 他们会扭曲歪曲那段历史 那我们经历的人 我们应该写下那段历史 当然我不是写全部的历史 我们写一个局部的 我们所经历的 我们所看见的这段历史 那如果八九年人人都在写 天安门的学生领袖在写 参加的学生在写 爵士团的 爵士的同学在写 被打死的 打伤的家属在写 还有我们的老师同学在写 甚至 这个军队的人 杀人的时候 他们也在写 他们怎么 当然怎么杀的 甚至那些掌权者 他们也可以写 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会还原一个历史的真实啊 今天我们中国很多人 看到的历史都是虚假的 不是真的 八九年 大家都知道来到海外 你才知道八九年怎么会 在国内你怎么会知道 不知道的 甚至你连八九年这个事件 你都不见得知道 对不对 你来到海外 你才 你Google 哇 还有八九六四 还有坦克上街 还有那么多人被压死 被打伤 打死 还有那么多上百万人 天命广场抗议 还有张公司在那里讲演 你没出来 你都没有看到啊 出来了 看到 看到了也不是全部 也是你从媒体中了解的 那什么样是全部呢 每个参与的人都把它写出来 就是不仅是 这个 这个 写历史 就是个人眼睛看到的 都写出来 把它放在一起 那就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真相的东西 否则就没有接近真相的东西了 对不对 所以我鼓励每个人写历史 那我在 这个 普林斯顿的时候 余先生也鼓励我写我这本书 所以我这本书 大家知道 这余先生给我提的名啊 对不对 这个 我这本 哪去了 都被人拿走了 那这个 余英石给我提的 逃亡者 他还给我提了一个书名 我还没写呢 叫流亡者 都 他在他 离世之前 把我第二本书的名字 给我写好了 想起来 这是一个 责任 一个托付 一个期待 我们要去完成的啊 我们要去完成的 这个 我们写的不在于写的多么精彩 而在于写的 真实 真实 还原当时的每个场景 这个非常重要啊 非常重要 好的 还有啊 疫情到底是荣耀神 还是造就人啊 当人发生灾难的时候 你要了解神的心意 神为什么会允许 要记住 瘟疫 不是上帝 来 惩罚人类的一个方式 瘟疫是人类犯罪的结果 这个非常清楚 不管这个瘟疫是人造的 还是人吃东西吃出来的 这是人的罪 上帝没有制止 允许的发生 首先上帝要人认罪 啊 人要知道说 因为我们的罪 不仅导致我们的生活发生改变 我们的生命失去 我们的家人亲人生命失去 而且让人谦卑在上帝的面前 人过去人能人定胜天吗 人可以啊 什么动胎清零吗 人可以不要上帝吗 对不对 人可以发发现疫苗 就能解决一切的瘟疫吗 能吗 都不能 都不能 所以一些苦难来临 是让我们来认识上帝的能力 他的尊容 他的存在 他是不可以清慢的 所以认识我们自己的有限 渺小 这个就是上帝要完成的工作 有的时候 上帝没有及时拦阻你的罪 是因为你要那么干 对不对 上帝没有拦亚当夏娃吃那个蛇 当时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 上帝可以说 别吃 别听那个蛇的 那是个魔鬼 魔鬼附在他的身上 上帝没有拦阻他 上帝让你要不要吃 因为你有自由意志 上帝创造你给你自由意志 你吃了 你就要负责任 你就要负责任 当然上帝也预备了救恩 就是耶稣基督 不管瘟疫怎么样 你认识耶稣 如果经过三年的瘟疫 你能够谦卑下来 你能认识耶稣基督 那这三年的瘟疫 你没有白白的经过 否则你没有什么可以得到的 好的 谢谢你问的问题 很好 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来讨论问题 这个张姆士豪 我也在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这个朋友 特别多今天 我在墨尔本 希望您 这个我读过了 我再往下看看 这个好 用我们正在重生得救的新生命传福音 每日用神的信心 洁净自己和身边的人 每日为神国拯救灵魂 出黑暗 入光明 脱离罪的捆绑 在主耶稣里 唯一的生命道路 真理对自由 感谢神 谢谢你的回应 这个说 恩典就是让他倒霉 爱就是让他 疾病贫穷被人论断 这爱有点畸形 这个我不知道 我刚才讲的是不是 这个你没理解 或者我没看懂你的意思 承认基督徒身份后 双双都被封伤了 了不起 许多艺人都不敢承认 像王祖兰 廖志等 你这是指 算型吕立平 远日明的讲道 从我才信主 到十年后的今天 都是领我一直归向主的关键 感谢神 一把钥匙开把锁 神用每个人解决 用一个人解决一部分人的问题 这是上帝的一个简选 荣耀归给主应该 在国内说北京学生动乱 后来被军队平息了 这是一般老百姓知道的 其他也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你在国内在国外 如果你在国外 你肯定得的结论是与他 与这个不同 一个政府 不允许别人提一件 因为 当时我们去广场也好 抗议也好 都是宪法 给我们的权利 你是你 中国共产党定的宪法呀 我们有公民 有言论自由 有结社自由 有忧行示威自由 那这是给我们的宪法 那至于你后半 你定的所有的法律 违宪 那违犯你自己的宪法 那我们会遵守吗 结果 我们在你的宪法中 我们所做的行为 被你杀 那你说的谁是对的呢 对不对 杀人者呢 当然 流人血的血 必被人流 所以这个杀人者是 错的 不应该杀人 不可杀人 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重点 我最近要讲一系列 关于这个不可杀人 这个时候 能想象如果美国人 不允许拥枪 美国是什么 那美国不允许拥枪 早也独裁了 我告诉你 上台不下了 也可能的 对 对 好 感谢神 谢谢你们的问题 很好 我 这个节目太长了 就 又一个小时了 我在 结束 过十分钟 我再跟大家 分享 上帝 为什么 不许人杀人 杀人是什么样一个罪 好 愿上帝祝福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你 推广 点赞 然后呢 让更多的弟兄姊妹 知道这个平台 如果你有亲人朋友 你想了解信仰 跟我们今天生活的一些关系 你也可以 推荐他 来加入我这个平台 愿上帝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